中国媒体报道指称,江西当局为推行绿色殡葬,鼓励火葬,地方官员竟推行抢官杂官运动,针对有欲买棺木习俗的村落,强行把村民的空关抢走,用怪手砸毁,甚至有死者已下葬,当地官员却强行将坟墓掘开,把棺材撬出来,将尸体排出火化,导致民怨沸腾。 官媒狠批暴力施政,担心引发社会动荡,质疑背后另有目的,网友则呼吁当局严惩土匪。 习近平时代中国梦以最维钩浑射破的佛洛伊德解析方式崇尚井冈山,借干南传统造反匪朝赤四老区吉安卫核心,在全江西化了一个盗墓圈,美其名曰,一风一俗,平坟复耕,却不知江西省红色文化旅游区共青城胡耀邦陵墓,是否也已化入新一轮土地改革议事日程。 结稿前8月2日媒体最新报道,江西挖坟坟尸暴政引发强烈反弹,日前,吉安公安局遭纵火。 而网民发起捐款,号召找出江西省委书记刘琪在山东的祖坟挖掉。 或许这正是刘琪所惧怕的,8月2日,该报证叫停,允许百姓取回没收的棺木,但很多棺材已经砸烂,更有民众现场说,当局下令取回时,加快砸烂棺木。 回首小一年,神州大地无奇不有,京城出了个猜奇,干婆出了个刘奇,去年岁末时日趋低不了了之,今年种下一周平坟时乱中气。 同样的不得人心,一色的众叛亲离,也让世界看到了人民的名义不可斗亮。 近日,江西着实火了一把,杨明海内外。 很可惜,不是因为经济创高增,不是人均收入创新高,而是一则题为全国各地都在抢人,江西抢棺菜的新闻。 大致内容为江西省展开了一风一俗,攻在当代,立在千秋的丧葬改革零点行动。 据光明网报道,很多老人眼睁睁看着陪着自己多年的棺材要成为一堆废墓,忧愁愤怒无处诉,有的老人默默流下眼泪,更多的老人则是大声痛哭。 还有老人看着棺材被拖走,他们跳进棺材,要与棺材一起走,任人劝说,怎么都不肯爬起来,最后执法队强行把老人拖出来,甚至各个执法队进村入户,强行夺关,甚至强行起尸。 曾几何时,江西省号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革命老区。 足见曾为中国革命以及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仅以盖州市新国县将军县的名号就可略见一斑。 中共江西省的抢棺材,甚至挖坟粉尸运动,被指仍在进行中。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锡和此前驱逐低端人口的北京市委书记蔡锡,被民众戏称南北双杀。 据自由亚洲电台8月5日报道,持续一个多月的江西多处挖坟抢尸杂关运动被指减速, 但记者从多个消息来源得知,江西高层的殡葬改革计划并没有实质改变。 报道说,江西省高安是殡葬管理所5日对记者说,目前并没收到停止殡葬改革的通知。 关于停止改革的说法,是网上的小道消息,他们不会理会。 报道说,高安市在3日发布的内部通知,显示当地殡葬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各辖区继续推进, 并对死亡资讯实行上报制度,坚决防止土葬和骨灰装关在葬。 官方的通知要求加快处置以收缴棺木,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拍摄, 还要各乡镇加快公墓建设,要求在8月25日黄历鬼节之前投入使用。 高安经历了长达一个短月的强势杂关甚至是挖坟强尸之后,引发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舆论批评江西省委书记兼省长刘席,以粗暴的方式践踏中国民间最敏感的传统殡葬习俗。 陆施,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酷刑,为惩罚死者生前的行为,挖坟开关,将尸体销售示众。 而对于民众挖掘他人坟墓坟者,这在中国古代是斩立决的罪。 报道说,吉安居民黄先生透露,现实各地的消息都不一致,吉安一些地方只可以将被收缴的棺木拿回去,但一些地方还继续收缴。 因为总的思路是省委书记刘席提出,各地做法不一,反映不同官员的个人态度。 而试图拍马屁的人,执行的手段更为强硬,甚至逼得一些老人自杀。 他说,由于事件过于残暴,江西省委书记刘席和北京市委书记蔡席,被指为南北双杀。 也有评论说,回首小一年,神州大地无奇不有,京城出了个蔡席,干婆出了个刘席,去年岁末时日趋低不了了之,今年种下一周平坟是乱中气。 同样的不得人心,疑色的众叛亲疑。 去年11月下旬,北京市委书记蔡席曾下令墙拆民房,暴力驱赶低端人口,当时,蔡席在内部的一个有关安全会议的部分讲话被曝光。 在这两分多钟的视频短片的讲话里,蔡席开门见山地说,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剑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 随后,北京当局在没有任何过渡措施和安置方案的前提下,展开为期40天的所谓攻坚战,大规模清理逼荡住房,加快驱逐以底层劳动者为主的外来人员,导致成千上万的底层民众一夜间流离失所,不少民众不得不在寒夜中露宿街头。 其实,这种运动式的行动,不局限在江西、北京,而是一直在大陆各地上演。 如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为了打击异见者、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在新疆大建集中营,然后将这些人关押起来进行再教育。 今年7月13日,中国籍哈萨克族女子因偷渡到哈萨克斯坦而遭起诉,她在哈萨克斯坦法庭上爆料,她曾是一名在新疆集中营从事再教育的工作者, 她受雇的营区里面关押了2500名哈萨克族人,这让旁听的民众大吃一惊。 再如中共70年代以来在全国搞的计划生育运动,中共官员为了完成任务,他们不但会抓捕超生的民众, 还毫无人性地将即将出生的小孩从母亲肚子里挖出来处死,这些悲剧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 再往前推,中共建政以来搞的笨辱土地革命、大生产、三反、五反、强拆、文革等各种运动, 无不充满了血腥与暴力,让无数民众欺离自散,家破人亡。 网友们说,从古到今没有那个政权这样干过,中共就是个异类,神佛他都敢骂,死人他更不怕了,就这么写。 这些土匪真是恶魔,五千年未遇,魔鬼统治世界,丧尽天良。 中共恶魔大规模系统化活摘器官都在干着,这咋关毁事的恶行在恶魔眼里又算得了什么? 把活人的土地住宅给墙墙墙拆了,把死人的墓穴棺材给填平捣毁了,中国老百姓都互动一下,逼上梁山,大家干脆已快犯了他。 8月6日上午,中共江西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接受省委书记刘奇辞去省长职务的请求,并任务命义炼红为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 刘奇辞职此消息一出,外界有评论认为,这与江西连日来推行殡葬改革,强迫销毁棺木,激起民院有关,是所谓当局对舆论压力的让步等等。 其实,刘奇所谓辞职,只是走走过场,当不得真的。 其中一个主要是,刘奇现任的是省长,而刘奇的主要职务是省委书记,省长只是兼职。 刘奇自2016年9月出任江西省长,今年3月任江西省委书记兼任省长。 即使没有此次的江西殡葬改革引起的公众事件,刘奇也会在某个时间辞去省长职务的。 刘奇辞去省长职务之后,在江西仍然大权在握。 刘奇在江西销毁棺木与去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拆民房,暴力驱赶低端人口一样,都是认真彻底贯彻执行当局的指令, 就像蔡奇在一段视频中讲话称,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香,就是要刺刀剑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 忠于上级,还是忠于人民,对上级负责,还是对民众负责。 这是中共官员面临的一个最基本和关键的选择,由于二者之间水火难融,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几乎毫无例外,所有的中共官员都选择了向上级负责。 因此,我们很少看到,中共官员因为恶症被民意沸腾而丢官的,相反,更多的是继续高升。 比如,今年二月退休的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药品安全总监孙贤泽。 他任职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期间,因三路毒奶粉事件遭行政纪过处分。 然而,孙贤泽试图却没受到影响,反而还在2017年升任副局长。 今年江西多德推行的殡葬改革,可以用丧尽天亮来形容。 中国传统讲入土为安,挖人祖坟,抛官坟尸,可以说是天下最恶毒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都不会真正影响这些官员的仕途。 在中共的官场上,几十年来的规则和常态是宁左勿右,人对上级人人争将人表忠心,高海马列主义,是相对保险安全的方式。 在前苏联最高领袖结束讲话之后,全体鼓掌时间持续超过十分钟是常见的事情, 因为没有一个人敢做第一个停下鼓掌的人。 让人人自危,人人处于恐惧之中,是共产政权维持统治的常态。 在中共官场上,为了个人的政绩和官位,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 中共体制下的官员,在党文化的思维方式下,已经习惯了用蛮横,不顾百姓死活的方式处理问题。 中共体制本身,已经断绝了用正常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和化解危机的可能性。 以中共政治局为首的25名委员,他们代表和保护着中共高层各大家族的利益, 以下是中共中央委员、人大、政协以及各部等几千名中共顶层纪格利益集团成员。 他们每天所做的所有事情,就是维稳,维持他们权力的稳定,维护他们利益的稳定。 这是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和理由。 中国民众的苦难和死亡,与他们无关。 只是他们维持权力和利益的代价。 中美贸易战刚刚开打,中国金融市场就遭受重创,各种经济风险随之上升。 同时,美国还在联合盟友反共,中共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 英美指,北京的对美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习近平面临执政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金融时报8月3日援引一位美国商务人士的话称, 从5月贸易战开始之后,中共表现出自信、脆弱、愤怒和不安等等混杂在一起的情绪。 他认为,北京面对美国总统川普感到很沮丧。 文章还说,在过去的几周内,习近平面临着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和国内的疫苗丑闻。 北京历史学家张立凡称,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最艰难的时刻。 8月3日,北京推出了针对6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反击计划。 该计划不论贸易总值还是加市税率,都大大低于美国2000亿关税惩罚措施。 北京此举在表明坚持贸易战决心的同时,也暴露了不想继续计划冲突的担心。 此外,北京在继续反击的同时,也一再表明坚持开放市场的决心。 在北京各种应对措施反映出的矛盾心态背后,或反映当局的种种考量。 北京不愿计划矛盾,显然是已经明白实力不足,希望早日结束贸易战。 而当局又坚持贸易战反击,则涉及经济和政治的种种因素。 在贸易战中,美方一再聚焦中共的盗窃知识产权,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制造2025。 而中共官方一再强调,所谓弯道超车和中国制造2025计划,试涉中共核心意义,绝不让步。 实际上,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全面崩溃,其政治体制又广受诟病,经济上的所谓发展和强大,几乎已经成为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中共十九大上,还制定未来数十年发展的蓝图。 因此,美方虽然只是要求贸易公平,就已经触及到中共统治的根基。 另外,北京应对不力导致贸易战不断激化,已成为中共党内反其势力攻击习近平的忌口。 当局如果因此改变策略,承认执政失误,可能遭反对势力一拥而上,逼宫下台。 这也可能是北京继续贸易战的原因之一。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反腐败以来,本来就以数敌无数,现在贸易战给所有不满的人一个发难的忌口,让反对派有足够的理由发动攻击,如果后退,习近平就进入另一个被动的境地。 另外,如果在贸易战中松动立场,妥协谈判,北京高层也无法向被中共的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群逃出来的民众交代。 胡平称,当局现在处境两难,如果被美强硬到底,中共的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层面很难承受。 如果以应对应,中共经济肯定损失巨大,并带来相关的难以预测的后果,进而经济问题会引发其他社会矛盾的爆发。 如果中美贸易战发展下去,超出贸易的领域,包括台海问题、南海问题,对中共政权造成一个事先根本没有顾及到的局面,到时候再让步,就让不起了,一溃千里。 上月,北京曾传出一波政变流言,显示各路反习势力已经跃跃欲试。 有外媒评论,虽然习近平当前权力依然稳固,但反习势力仍然可以等待机会,到中美对抗危及中共统治安全的时候,北京的局面可能就会失控。 目前,美国川普政府正在修复和盟友们的关系,联合欧盟和日本组建自贸区,集中火力对付中共。 同时,川普挟美国经济强劲的优势,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战。 虽然北京不想主动出击,但其不断针锋相对的抵抗行动,客观上仍在且着激化贸易战的作用。 中共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还会继续恶化。 在论及中共残酷内斗时,外界普遍的说法是习近平反腐到处树敌,一旦失去权力,将面临可怕的下场。